我們剛剛大概介紹一下 基本上我們在MIDI Editor裡面的編輯方式 跟我們的Audio的編輯方式是大同小異的 我們還多了一個功能在MIDI裡面 是我們可以手動自己輸入 譬如說我們本來是用鍵盤 輸入了我們的MIDI訊號錄進去了 然後如果我們少錄了什麼東西 我們可以直接利用這個鉛筆去點 我可以去增加我要的音符 然後放前 有沒有完全就不一樣啦 有沒有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你就看到我們就可以去調整我們的長度 然後再播放看看 好所以基本上我們在MIDI等於是有點像 你可以使用你的鍵盤輸入 你也可以使用在MIDI Editor裡面使用我們的鉛筆去輸入 然後你會發現這邊我們可以試試看有什麼方式 你可以你看看嗎 稍微再介紹一下 有很多不同的線條嘛對不對 我們畫的時候你會發現有些東西線條可以幫助我們什麼 其實幫助並不大 因為你只能選擇的是線條 其實只有幾種線條可以讓我們畫而已 有沒有 但是你會知道說我們這個線條 當我們選取線條的時候它可以畫一排音 放大看一下這一排音 好 基本上我們就是利用鉛筆的工具來做手動輸入的方式 那我們之後會介紹更多的 在MIDI Editor裡面還有更多的參數可以讓我們去做設定以及調整 好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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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